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7号星期五 种种迹象显示 习近平似乎出了某种状况 中共军队似乎也出了某种状况 昨天8月16号 中共各大媒体官方媒体刊登消息 说习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务会议 听取对长春长生问题疫苗的汇报和问责 但是这个报道 虽然在各大媒体 人民日报 新华网 环球日报和新闻联播 央视新闻联播都播出 但是大家发现报纸上没有相片 网站上没有相片 没有视频 而这个新闻联播 中央电视台 也没有任何的相片视频或者录像 仅仅是一个播音员 一个表情严肃的主持人 在那里读稿而已 这个就形成一个对照 就是7月31号 习近平出国访问归来之后 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那个时候有图片 有视频 当时显示这些政治局委员 或者政治局常委都穿着白衬衫 习近平坐在一个圆桌的上手 在讲话 其他人有的人在做笔记 所以不管是从新闻联播的报道 到其他报纸的报道都很正常 但这次报道习近平 却没有相片 没有视频 仅仅是文字 那么稍后又发布一个新闻 说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也是没有相片 没有视频 没有报道 也仅仅是主持人的话和文字 那么后一个会议显示 对前一个会议的掩护 习近平 因为李克强最近几天有出来 前几天有出来会见外宾 所以李克强并不是说 身体或者其他状况出了问题 但仅仅是以同样一个形式 在掩护一个所谓政治局常务会议 这个政治局常务会议的报道中 也不讲哪些人出席了会议 通常政治局常务也就是7个人 一般来说报道他们的会议都会把名字念一遍 除了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其他这个政治局常委 包括什么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出席会议等等 都可以说一下 但是也没有说 应该说这个8月16号这个报道 是可能是局部的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议 习近平有没有出席是个问号 他是否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也是一个问号 另外一个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有没有出席也是一个问号 因为这个中共的一些网站 试图多次的解释王沪宁最近隐身没有出面的情况 反复的讲说这个原先上一届主持宣传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有两个职能没有转给王沪宁 一个是他身见的党校校长没有交给王沪宁 再一个是王沪宁不见得像刘云山那样主持主管人事方面的工作 因此来解释北戴河会议他没有露面的情况 但这个不管怎么解释给人多次有几的感觉 因为多次解释反而会露马脚好像欲干密脏 如果说解释一次也就算了 但是做了很多次的解释在这个接近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些网站上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8月16号报道这个政治局常务会议 听取这个长春长生这个公司的这个情况 不见得是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 可能局部的有几个人开了这个会议 也不见得是习近平主持了这个会议 因为中共的这个媒体都是党媒 完全控制在党的这个手中 最高领导人手中 最高领导层手中 那么他们要发布新闻 就怎么发布新闻就怎么发布新闻 是这个文字也好 是图片也好 是录像也好 他们要提供就提供 不提供就不提供 反正是新闻照发表 作为发表新闻的这些报纸 这些电视台电台 不过就是一个工具 接收从中国高层传来的信息而已 所以这个他们是完全把控 不像民主社会 可以有独立的新闻媒体 去做多角度的这个报道 前几天我讲到习近平的身体 可能出了某种状况 这个因为有迹可循 那是七月份他在出访前 在出访前 在多次国际会议上打瞌睡 那时候党内斗争已经趋于激烈 后来是出访十天 五个国家 可想而知 这其中的这个劳顿 而这个国内外 党内外的斗争也非常的激烈 权力斗争 回来之后呢 就录了一次面 就主持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 当时有三大议题 一个是关于当下经济运行的问题 第二个是审议 什么共产党几率处分条例 再一个议题就是停止 全面停止军队有仓服务 就是停止军队经商 那么当时当一天 当天本来原定的一个日程 也没有进行 就是晋升上将 解放军晋升上将 每年8月1号前也没有举行 那么习近平落这个面之后 之后就是这个神秘莫测的 外界不断报道的 就是北戴河会议8月份召开 那么之后习近平没有露面 那么作为总理的李克强 在北戴河露面 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 之前还会见英国外交大臣亨特等等 但习近平这两个人都应该会见 但是并没有露面 那么唯一关于北戴河会议的 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 习近平他所住的零号别墅 通宵达弹 灯火不熄 人员静静处处 那么现在也可以理解成 是在做这个 如果他病重的话 病危的话 那么是在做一些抢救也有可能 而其中传出了一个 关于文宣系统的训话会议 说一个神秘人士 一个高层的神秘人士 对这个文宣系统训话 说代表习近平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代表习近平 习近平本人也没有出现 再一个就是 后来北戴河会议差不多结束 前两天有报道说 政治局常委栗战书 也就是习近平的亲信 前中办主任人大委员长 说他视察北戴河的后勤设施 以前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这是第一次报道由政治局常委 视察北戴河的后勤设施 讲这个后勤 讲这些公益部门 当然就涉及了医院 涉及了这些急救中心等等 而这个由一个人大委员长来视察 这个也是非常奇怪 仅仅说是这个 因为他是习近平的亲信 是习家军的领头人物 想掌控这个局面 以策对习近平的安全 人身安全 这些都迹象都显示 习近平可能出了某种状况 比如身体出了某种状况 但身体是因病 还是因为其他 这个那么另当别论 而且不仅是习近平呢 这个出了状况 种种迹象显示 中共的军队 似乎也出了某种状况 一个迹象是8月17号 这个又刊登 8月17号 也就是8月16号 也就是8月17号 也就是今天 中共的各大媒体的头条 又刊登这么一个消息 说是在党的旗帜下 奋进强军新时代 然后破则号是 副标题是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推进 推进这个人民军队 党的建设这个评述 推进和发展 那么这个标题 讲的不是军队建设 讲的是军队中的党的建设 而且讲的党的旗帜下 而且8月17号发表这个重头的发表这个长篇的评述 既不是建军节 也不靠近建军节 而突然发表这个跟军队建设有关的一个长篇的一个评论 一方面当然显示习近平的存在感 因为北戴河会议前后两段也不同 前一段的时候中共的主要官方喉舌 不太提头版头条并不是习近平 也不太提习近平 但是到了这个会议的后半截 突然又开始密集的提习近平 这个官方媒体的头条 尤其是新华社和这个环球时报的头条 又恢复成习近平 习近平今天指示 明天指示 后天指示 但这些指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甚至只见其字不闻其声 比如说干预抗洪救灾的批示 批示是8月份所在做批示 实际上批示是7月份中旬做出的 而图片是4月份的图片 这都非常让人感到奇怪 那么连续间做这个报 所以这次8月17号 又关于军队也发了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结合到8月1号前夕 前后所发生的事情 可以看出军队也出了某种状况 一个是习近平破例的 这一次8月1号前夕没有晋升上将 基本上他上任以来 从2012、13、14、15、16到2017年 每年8月1号前都会晋升一批上将 但今年成了一个例外轮空 然后我当时说 一方面可能是他处于对军事将领的报复 再一个可能是他权力旁落之后 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提出了上将晋升上将名单 高层未能同意就搁置了 那么这个说他报复 这个也有极可循的就是 因为在习近平出访期间 他的亲信栗战书发起一轮的效忠运动 表忠运动 要对这个一锤定音 定于一尊 忠于这个习近平核心表忠 结果这个表忠运动成了不表忠运动 非常尴尬 因为只有四个习家军人物表忠 只有一个非习家军人物表忠 其他绝大多数的高官都不表态 地方长官也不表态 军队将领没有一人出来表态 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尴尬 所以习近平回来就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情况 可以说这个权力和权威 威望都动摇 那么这个查了一下 这个中共高层这些将领的活动 包括两名军委副主席 其他一些上将 四种部的这些头目 就是整个七名军委委员的活动 除了军委主席习近平 这半年多有活动以外 其军方高层的活动 有关的报道 在四月之后就非常罕见了 四月一号的时候 两名军委副主席向许其亮和张又霞 参加什么直诉活动 有报道 然后四月十二号 中共搞了一个南海的军演 最大规模的军演 近五十艘军舰 七十多艘战机 汇集的南海军演 当时两舱军演在南海 一场另一场取消 而这个军演是提前结束 而习近平原定要登上辽宁舰 航空母舰辽宁舰展示威风 临时取消了计划 当时是因为美国有一艘 罗斯武和航空母舰战队群 在正对面 菲律宾的西海岸 面对着中共军演 做了一个可以说是对抗性的军演 F-20战机 几十架F战机突然升空等等 这些出现了很多中美对抗的情况 而当时中共军方的全部高层 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全部 七名人员都在场 所以这个可以犯了兵家打击等等 各种因素 也可能中共军方内部出了问题 习近平是冲冲离开了军演现场 然后回到北京 这是当时的情况 那么当时4月12号 对军方高层的这些人物有报道 两名军委副主席和市总部的 总政治部 总参议部 什么这个 总装备部 总后勤部 改了名字 倒过来什么 什么这个政治总部 后勤总部 装备总部等等 改了一些名字 总之这些人在场 那么之后军方的活动也很少 军方高层既没有举行会议 也没有发表什么指示 甚至军委副主席也没有到各地去视察近期 那么这个 因为一视察你就得说话 说话你的表态 是否拥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而如果中共军委高层举行会议 也得有这方面的表态 但是没有举行会议 甚至两个军委副主席都没有举行 一般的正常的视察活动 而且前段时间我也提到 今年六七月 尤其七月份 中国这个大江南北 东西南北 这个大雨成灾 水灾洪灾 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五十年未遇的大水灾 大洪灾 但是解放军的主力没有出动 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人物也没有出动 包括总书记习近平 总理李克强 以其他政治局常委 没有一个前往这个水灾现场去勘察 去调查 跟以前的情况很不一样 即便李克强出行 也是到西藏庙里去抽香 烧香 烧香拜佛 宁愿做这个动作 违反他们这个共产党无神论的这个动作 也不去水灾现场视察 而这个政治局常委栗战书 在习近平外访期间 出到各地市场 实际上去摸动向 看看各地对习近平的权力的反应 但是居然他也没有去这个水灾严重的地方去视察 而这个解放军呢 只有部分的 少部分的一些 这个说解放军支队有出动 所以按照过去电影上的说法 叫做小谷共军在活动 大部分的这个作为以前抗震就灾 抗洪就灾的主力的解放军 没有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出动 这个2008年温家宝 当时胡锦涛温家宝调不动军队的情况 恐怕更为严重 今年这个不仅调不动军队 军队就根本就不出动 所以这个可以说军队的动向 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所以才出现 联想到8月17号 这次在非建军节的时候 突然大幅的发表 这么一个文章 这个评述 而且强调是党的领导 强调是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而且不是强调军队建设 强调的是军队中的党的建设 就说明军队的确出现了某种状况 不听使唤的状况 事实上在8月1号 7月31号 习近平主持这个政治局会议上 不仅没有晋升上将 而且要求全面停止 经商有偿服务 从1998年的江泽民朱永基时代 到后来的胡锦涛 陶温家宝时代 一直到现在的习近平时代 20年过去了 仍然在要求军队停止经商 那么军队方面应该是显然不满 因为军队在习近平上任以来 已经是这个不准那个不准 八相不准 不准喝酒不准敬酒 以前这些官兵排着队 给首长敬酒的场面 不能再出现 这个送礼等等 不能再有 但是军方不满的是 习近平和中方的高层 却大宴宾客 大吃大喝 这个动不动就制造万邦来潮 多少十几亿的美元投进去 什么杭州的二十基峰会 什么意思 厦门的什么金砖峰会 又是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 都制造万邦来潮的盛大场面 三日一大宴 五日一小宴 甚至一日几大宴 不管是迎接美国总统 还是迎接朝鲜领导人 那都是大宴不断 特别是迎接金正恩 这个耗费巨资 一瓶这个喝一瓶酒 一瓶这个矮角茅台 就要花128万人民币 那么你再说 要别人遵守这样 遵守那样 不能够搞特殊 不能够讲排场 这不准那不准 但是自己习近平和中共高层 却在大讲排场 这个大手大脚 大肆挥霍 这个国之名高 甚至在国际上撒千 一带一路 我想军队是有理由不满 而且这个军队 现在停止经商之后 这个据国内知情人士告诉我 说因为很多的省军区 要占据了城市中心集团军 像集团军住在一些重要的城市 比如说宝地 长春 或者是昆明 成都 这些集团军住的地方 也都占据了一些街区 那么现在突然出现一些大城市 中心城市 有些街区黑灯瞎火的情况 一般的人还不了解是怎么回事 这个情况原来是因为 这些省军区也好 集团军也好 占据这些中心 以前那些宾馆 酒店 餐馆 或者是商户 企业 或者是办公楼等等 是军方所经营的 那么另外呢 即便不是军方自己经营 也是出租给民间经营的 因此军方获利 叫做有偿服务 或者说经商 但是这一生 习近平强力的制止之后 这支腐败的军队就不能经商了 本来是以腐败为名的 那么他不能经商之后 得不到利益 所以这个街区就出现了黑灯瞎火的状况 没有一个正常的过渡 说某西街区 一些大城市 一些中心城市街区 出现了黑灯瞎火 就是军队暂时在熄火 停止营业 但营业仅仅是暂时 它随时会死灰复燃 所谓停止经商 停止有偿服 只是一阵风 所以二十年来 挂过了很多次风 暂停 之后呢 这个风向一过又死灰复燃 所以这个军队相当的腐败 不仅是守矿山的持矿山 守森林的持森林 守边防的搞走势贩毒 而且这个军队的买官卖官 已经是非常猖獗 这个我也多次讲过 下级军官要晋升的话 动辄几万几十万 中级军官几百万 上级将领几千万 这种行贿受贿 所以这个中共的高级将领落网之后 像这个军委副主席上将 他们家收出的钱 还有包括中将 收出的现金 不要说别的那些 这个珍珠什么奇宝 光现金呢 就得拿秤来秤 而且一秤就是几吨几吨重 包括徐才厚家里 郭伯雄家里 古俊山家里 都是这个情况 数不过来了 只能拿秤来秤 因为行贿受贿太多了 所以这个军队是腐败透顶 弥烂透顶 这个已经到了北洋水市 比北洋水市有过之而无不及 远远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你要他停止经商 停止这个有仓府 简直要了他的命 所以军队的不满是肯定的 并不是说军政反腐不好 而不是 如果你没有进行制度性的反腐 不是一个军队国家化 然后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 这个情况下的反腐 根本是反而不禁 越反越腐 只会 这个不仅是越反越腐 而且军队的不满也会同样的滋生 一方面腐败无法跟出 另一方面军队的不满情绪会高涨 所以根本就是两头不落实 要解决军队的腐败 只有一条路 就是军队国家化 像民主国家那样进行法治化 完全是独立于党 独立于一般的日常事务 仅仅是作为国防军而存在 那回头来说 所以回到说习近平的问题 再结合到中共解放军所出现的种种异象 习近平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没有露面 然后做了一些报道 那么我说他的身体可能出现了问题 那么身体也可能是劳累过渡 筋疲力尽而病倒 但也可能遭遇了某种 政变或者是兵变 然后遇刺或者重伤 那么这个在7月31号之后就没有露面 解放军又出现这么多动向 既没有晋升上将 这个有仓服务也是在这个禁止中 然后习近平就一直没有露面 整个北戴河会议 然后报纸上的名字也是起起伏伏 先起后伏先伏后起 反正扑出迷离 所以其中有一个指标 要看的一个指标 就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要访问中国 那么原先说8月11号要来 那么推到了8月17号 就是星期五就是今天 那么这个推迟的原因之一 我当时分析就是习近平的身体状况 习近平可能不能出来见外宾 那可能会引起舆论哗然 可能要等待习近平的身体恢复 因此把马哈蒂尔的访问推迟了 那么今天这个马哈蒂尔8月17号 应该说是到达中国 结果中国的各大媒体先有报道 很少有报道 几乎没有报道 环球时报本身有一个社评 叫马哈蒂尔访问访华 这个传递正面信息 几个小时前我还看到了这个社评 他最后一句话还说 尽管一带一路这个那个 最后说是马来西亚中马关系的大方向 说我们应该没有多少悬念 当时我还在想 唯一的悬念就是习近平露不露面 怎样露面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刚才我要去再去查这片社评的时候 发现这个社评点击进去之后 他跳了 他没有那个内容了 他跳转到了解放军战力一个社评 什么解放军战力日益增强 这么一个社评 这个是一个怪事 那除非这个报纸本身出了技术问题 然后马来西亚总理 这个今天到达了中国 但是并没有相关的报道 那么有一条 这个非常少的报道 在网站上找到一条说 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中国 将参观阿里巴巴 也就是说他会访问北京 也会访问杭州 那么是先到杭州还是先到北京呢 根据这条消息看上去先到杭州 那么又是再次沿拓跟中共领导人会见的时间 说是要参观阿里巴巴等等 那么这个马哈蒂尔作为总理来访 当然在这个程序上 他是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 李克强主要是作为主要的接待人会出现 比如说欢迎一世 就是宴会了会谈 李克强肯定会现身露面 但是作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他必然要露面 必然要露面去会见马来西亚的总理 这是一个外交上的常规和这个礼仪 那么习近平露不露面 怎样露面 露面后他的精神状态如何 身体状态如何 都可以说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这个 所以总结起来到事情发展到现在 在结合媒体上这些报道 可以说是意向连连 非常的不寻常 所以我并不是说习近平的身体状况 就真的是到了那么一个不得了的状况 因为你已经无法做其他方面的解释 这个人不露面 而且身体状况也不能单一的解释为因病 那么其他方面军方的这些行动 军方的这些事情也不能排除 前段时间的有些航班取消 另外军方将领最近 集体在媒体上的不出现 集体的消失 那么是否有军方将领因此被捕 这也都不得而知 中国的政治 因为中共的政治是暗箱操作 是黑幕操作 是铁幕操作 所以外界的只能凭种种迹象去判断事情 完全不能够知道他的其中的这个党国机密 就党国机密究竟是怎样 外界是不得而知 所以这次马来西亚的总理 92岁高龄的马哈蒂尔来了 我就说习近平是否出场 怎样出场 在哪里出场 出场后的状态如何 有没有图片 视频等等 这些都毫无疑问 会成为这个事态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观察点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